解放军的力舰联合演习 美军出动了连续三天 解放军等于是表面上看和台军对峙 但实际背后是和美军 4月8号下午台岛媒体说中美在台岛对峙 也确认解放军东部战区力舰演习之后 除了战机频繁出击之外 4月8号下午美军机就进入解放军演习区了 台军应该是从无线电监听的方式 接收到了解放军通过无线电 向美军网话的 美军军机网话的情报 所以确认美军来了 台军公布的无线电通讯记录显示 当时解放军喊话内容是 美国军机你已经进入我演习区 为确保你方安全 请立即离开该领空 该空域 显然是中美两军是发生了空中对峙了 当时美军要闯演习区 美军在台海周边是经常派侦察机的 对解放军的军演要进行抵击侦察的 这摆明其实就是在干扰解放军军演 他的侦察机就是要搜集你的军演 因为你要雷达开机 包括你的部署情况 美军就跟乌克兰一样 乌克兰战争 美国人给乌军提供侦察信号 侦察数据 也就是说怎么布置的 俄军是怎么布置的 所以他派侦察机经常去 然后把这个信息通报给乌克兰 现在也一样 解放军是怎么布置的 台湾没这个能力 那怎么办 美军去美军侦察 第三方去侦察 然后把数据交给台军 就这意思 解放军是怎么布置的 什么时候东岛 这些部队集结情况 解放军开启射押军 围倒射押军 目的性非常明确 那么美军也必定要上门了 也是解放军早有准备 主要是他要探解放军叙实 还原来说你是真的准备开干 还是说现在演习规模 控制的已经范围内 目前航线航技公布的情况看 4月8号一天内 美军出动的不止一架次 台媒说美军的EP-3E P-8A RC-135 KC-135 全都是出动了 全都在台岛周边活动 仅侦察机的型号就有三个 这个仅仅是公开可查的信息 那么实际规模可能要远远大于公开 那你说了美军的活动区在哪 怎么就闯了中国的演习区 咱们讲上期讲了 中国的演习区和8月份画方块不一样 这次没有公布那个方块区 什么意思 我这次演习区就环岛进行封锁 全岛都是 所以你只要进入这个区域 我就要进行驱离 所以这次中国的演习区范围是非常大 那当然解放军不会打无准备之仗 解放军执行台海战巡和参加演习的战机 都是挂实弹升空的 在公开报道当中 连续播放了几样军战机 载弹起飞这个画面 只是说到底去执行什么样任务 不同 美军对自己的行动就没有任何公开说明 那么显示一个现实 就是美军试图闯我军演习区 然后被驱逐 咱们说美国不会低调的 他如果是进了 而且是必定会大喊大叫 进行公开喊话 让美军低调的办法 其实就是解放军底线 首先看这个歼10C就挂着霹雳10 霹雳12升空 这是最早的视频 后续有歼16挂实弹升空 不是蓝色训练弹 全是实弹 现在紧张局势在升温 属于台海升温的阶段 那么解放军的行动规模相当大 仅台军在4月8号下午4点发布的消息 就说台海周边已经侦测到了 71架次的解放军战机了 其中45架次越过所谓台海中线 型号是歼10歼11歼16战机 包括预20加油机 轰6K升空 空警500预警机升空 同时发现九艘解放军军舰 上述数据 可能是有意给调低了 肯定是真实数量要比这多得多 美国是切香肠 对吧 等蔡英文回到台海 回到台湾 解放军开始动作 解放军的军事演习 有明确的实战色彩 这可不是一般的演练 随时可能变成真的军事行动 解放军的反潜巡逻机也出动了 说明解放军在海底也在对抗 美军的潜艇可能也在周边活动 所以美军侦察机 其实也是一种掩护 这个时候美军机试图闯 演习区带明显敌意了 我带弹演习 你进入这个区 所以双方真的有可能参严走 真的引发开火事件不是没有 此次解放军强警告 我觉得也就表明解放军 不再掩盖自己的任何态度了 直接明确将美军视为敌人 你进入我就直接开火 有资料足以证明 是中美对峙已经开始了 现在围台大演习背景之下 美空军还是进入 这回美军机想要闯演习区 中国不可能纵容的 将军直接喊话驱离了 台军已经证明这点 只是驱离过程没有说明 台军已经是不敢向外公开 任何的中美 台海的现在这个斗争 很可能早就演化成中美的直接对抗了 也说台军现在就是只能是守 美军也知道你没什么本事 你在低空你能干什么 那就让美军出动 其实就是中美直接上 针对九亿军目标 其实这个 九亿军也没有现在把台军这些目标当回事 主要还是针对美军 你看至空至海 这两件事不是台军能办的 所以现在这个至空至海 你看空军距离 那就是在争夺制空军 那很显然是解放军的目标不是台军了 早就不是了 是美军 中美实际上已经站到了战争边缘了 现在在冲绳 附近说4月82下午3点20分 两架美F16战机紧急破降在冲绳县公道 下地岛机场 说这个机场并不是F16驻扎机场 是属于紧急破降 原因不明 这个行动让人生疑 因为有人怀疑是美军F16战机 是参与了针对紧急军的空中行动了 给这个加油机护航 最终因燃油不足 不得不临时着陆 这有点开玩笑 你给加油机护航 觉得你燃油不足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两架F16的外挂状态 也可以看出 其中一架已经抛弃了浮游箱了 那只有面对可能空战 大家注意啊 这绝不是演习了 只有在即将面对空战 或者是真实战准备的时候 他或者特别紧急的油量问题 才会抛这个飞游箱 也可以看出美军这两架F16 当时所执行任务一定是紧急状态 或者说这个接近实战状态 还有就是这两架F16破降 公股下地岛机场 也是前不久坠海失踪 已经死亡的日本陆自第八师团 这个师团长板本雄一 所成黑鹰直升机降落那个机场 这就不得让人怀疑 就是美军F16在这个敏感时期 来这个意图啊 真的是意外吗 还是实际来这儿进行这个制空 实际就是他借着所谓的紧急迫降 实际是要什么 要在这个地区 保证这个地区的导弹部队的安全 那就是制空 毕竟这旅员飞抵巴尔海峡 要比冲绳要快得多 而且这个P8A反潜巡逻机 也需要护航 它就可以在这行为 当然不管美国才怎么样行动 解放军现在不可能放弃自己使命 围岛 现在围岛大演习开始 台岛 台湾北部南部 东部都在演习 山东舰航母也出现在东部了 形成不断的阻隔 合围状态 颜柜